Hello 今天想要介绍一款非常优秀的PDF阅读软件 名字叫做Flexio2 和其他PDF阅读软件主要强调批注功能不同 这款软件最大的特点是它拥有非常丰富的手势 特别是比如说我们在阅读外刊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使用手势功能 我们来查这个声词它是什么意思 勾画文章的内容也非常的方便 我们只需要这样涂抹一下 就能够清除掉上面画的东西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三根手指网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召唤出笔记本 边看PDF一边在笔记本上批注 看到重要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运用手势的功能 然后直接截图 把这个内容拉到笔记本上来 拉文字也是可以的 两根手指双击就是撤销 三根手指就是重做 因为它可以很快速的查字典和截图 我之前经常是用它来做外刊的阅读 一边看一边查字典 觉得有用的东西就把它拉到笔记本里面收集起来 体验非常的丝滑 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 就是我们刚刚从PDF里面摘抄出来的内容 可以看到左边 它有一个超链接的地方 是无论你的PDF浏览到哪一页 你点击这个超链接的地方 它就会自动跳转到你当时勾画的那一个部分 而且它会有颜色的显示 所以说你就可以在一个笔记本里面收集非常多不同PDF文档里面的内容 把它归总到一个笔记本里面来 最近我写论文的时候也挺喜欢用这款软件的 特别是前期到查阅很多文献的时候 用这样一个笔记本把每一篇你看的文献里面觉得有用的东西就把它摘抠下来 完了之后你再整理一次 哪个地方你想要去回到当时那篇文章PDF文档里面去看详细的内容的话 你点一下它它这样就会自动跳到对应的那一个文章里面去了 很大程度上的解决了 就是我们看文献 但是又忘了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种尴尬的问题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视频 先会说一下这个软件下载和付费的问题 然后再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功能 我们在商店里面如果搜索Flexio 它是会出现两个软件的 一个是Flexio 它是第一代的产品 可以免费下载使用 关于它的使用之前我做过一个视频 走势的功能是在免费版里面就可以使用的 完全没有限制 但是只有付费了之后 你才能够使用文档和笔戒之间联动的功能 价格应该是60块钱 如果你已经买了Flexio 1 那么你现在点进到Flexio 1里面 它是会让你自动升级到Flexio 2的 应该这个活动应该是到2021年9月30号的时候截止 如果你没有买1的话 我们直接就点击Flexio 2 来下载就可以了 这个软件它是可以免费下载 并且15天之内免费体验所有的功能的 但是试用期结束了之后 如果你不付费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这个价钱应该也是60块钱一次性买断 然后它还有一个2021到2022的一个日成本 这个日成本如果是和软件一起打包购买的话 是98块钱的套餐 这个日成本我也有 你对这个日成本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跳转到最后展示日成本的那个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们下载好之后 导入好PDF文档 我们直接打开想要阅读的文章 上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移动的兴趣栏 我们点击一下就会出现有笔 那么这个就已经变成了传统的书写模式了 这个书写模式呢其实就和其他的笔记软件没有什么两样 有笔和荧光笔两种选择 点击一下笔呢你可以调整笔的粗细 然后透明度以及是不是要画直线 还有颜色的一些选择 如果我们跳回到这个手势模式呢 就可以使用刚刚我展示过的 我们直接画一根线呢 我们可以直接勾画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勾很多行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这样长按了之后 然后它就可以直接一次性勾非常多 查字点呢就是直接在这一个单词下面勾画一下 然后选择这个电子词点 它就会自动查出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了 截图就是直接画一个直角形 然后它出现这个截图框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截图了 这个截图的内容如果你想要调整的话呢 一定也是在这个手势模式下 你直接长按它 它就会出现这一个编辑框 你选择删除就可以了 这一个工具栏的位置呢 你是可以任意拖拽的 我比较喜欢在上面 它现在呢提供了三种这一个阅读的模式 现在这一个模式呢 是完整版9个点 象征着非常的复杂 现在的模式 我们再点击一下它之后呢 它就变成4个点 这个时候上面的一行工具栏就没有了 我们再点击一下 它就变成了只有一个点 就是最简单的阅读模式 我们呢还是可以用这个手势 来对文章进行一些批注 如果你想要写字的话呢 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只有两种笔可以选择了 一个是这种中性笔 然后一个呢是这种荧光笔 就是橡皮擦 就一共就只有这三个功能了 我自己最喜欢的呢 还是这个最复杂的这一个模式 因为你可以比如说有好几 如果从事打开了好几个文档的话呢 这样跳转起来看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这一个笔的颜色 可以选择的比较多 在任何的模式下 我们用三根手指往上都可以召唤出笔记本 那笔记本如果你想要新建一个笔记本的话呢 我们点击笔记本的这一个左上角的四个方框的位置 然后我们选择文件 回到这一个主页面的文件列表 我们选择加号 选择添加笔记本 随便选一个名字吧 你可以在下面选择封面的颜色 然后呢还有就是纸张的颜色 它的纸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我们选择完成 然后呢一个笔记本就新建好了 我们就切换成这一个笔记本了 那如果想要移动自己手写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套锁的工具 然后我们这样套就可以套住了 这种图片和我们拖拽的文档 一定是要在手势的模式下长按它 它才会出现这个编辑框的部分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 有一个小的锯齿的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呢 就可以选择文件的浏览方式 你是要横着看 现在是横着看的嘛 然后你如果选择了竖着看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竖着翻页的了 一次性展示几页 可以提供就是一次性展示四页 我觉得这个用来看PPT比较合适 下面的这些呢 大家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设置就行了 它的这一个中文翻译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一方面是有一些它根本就没有翻译 另一方面我昨天就没有搞懂 保持iPad清醒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清醒 清醒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阅读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的功能了 回到主页上之后呢 关于文件夹和文档的操作 就和其他的软件差不多了 我们长按住这一个文 你就可以把它拖拽到任何一个文件夹里面 它还可以有比如说你要把这个文档导出 以及重新命名啊 什么之类的一些有的没的操作 重点呢 是左下角这里有一个齿轮 我们点击一下 它这里有一些关于整个软件的设置 特别呢 是有关这一个链接的部分啊 这个应该不是链接 应该是云 可以自己添加一个储存于云端 它呢 现在是支持这些云设备的储存的 我自己呢是添加这个Google Drive的 它呢就会自己备份 没有这几个云空间的话呢 可能备份就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它好像是不支持 自动备份到iCloud里面的 基本上呢 它的操作就是这些了 大家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直接留言 我会尝试着回复的 好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日成本 当时我记得我买的是2021年的 然后它好像后来又送了我一本 2022年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总之我觉得其实这个日成本 做的还是有一点用心 超链接非常的丰富 一进来呢 它就是有三个颜色的封面 你可以选择 我们呢可以把这个模式调到 这个手势模式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直接实现 超链接的跳转了 非常的方便 写的时候你再点击一下 就可以开始写了 你要跳转的时候呢 就换成手势模式 有这个呢是时间表 每周的锻炼之类的 特例 然后你点击之后呢 它会跳到周计划 以及下面这个某一天 它又会跳到日计划 后面呢 它还有提供了好几个笔记本 你可以自己设定 选择你要哪种类型的 笔记本的纸 如果这一个笔记本 你和软件打包一起 买98块钱 算下来不到40块钱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不过如果你是单独买的话 好像感觉有点贵 而且这种电子手账的 免费模板 我看的也很多 也没有必要 非要就买这一个 软件提供的模板 所以就看大家自己的需要了 好 那今天这个关于 Flexio 2的简单教程 就是这样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